鄧政偉 好 大家早 早 那剛才這個非常感謝 就是把開放政府的四個制度 講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這邊社會局的那個 其實也是我們國際上 在上一次的開放政府 夥伴關係的那個 巴黎的大會裡面 也是台灣出去分享的 實際案例之一 我想那是一個相當經典的案例 那今天我要講什麼呢 其實完全是大家的決定 大家如果有手機的話 可以連到slido.com 然後輸入00629-號不用輸入 就是今天日期 然後大家就可以到一個匿名的 可以發問的地方 因為如果大家舉手的話 常常都要礙於這個禮節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來這個位置之後就很麻煩 然後但是這個匿名嘛 反正大家都在滑手機 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問一些 比較挑戰性的問題 然後如果你看到別人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比較高的 就會浮到比較上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模式 我大概有30分鐘 我就盡可能的回答 那by the way 這個就叫做透明 就是大家問的問題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那如果你們有手機 可以請旁邊的人幫忙輸入 或舉手 那這個就是擴大參與 那什麼叫當責呢 當責非常簡單 就是說大家寫了什麼 我就念什麼 我絕對不會去把大家這個 就是和諧掉這樣子 好 所以我想我們就直接開始 然後有一位朋友 還有就是最新的留言 會碰到底下 所以像有位朋友 馬上反映說 這邊場地這個椅子雖然很軟 但是有靠背的話 會坐得更舒服 對 像這個就是屬於程序動一 那這樣子的話 長地方就可以來進行處理 那這個我想也是對 inclusion對於韓榮 又跟重要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 有不同的需求嘛 好 OK 那我們 這個馬上有一個5票的 就跑到前面來了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直接開始 我想我們還是看第一個 政府在做資料應用的過程裡面 隱私和保密 是需要同步被兼顧的 可不可以說一下 政院在目前的工作的進展 我們目前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其實絕大部分的東西 政府要主動公開 但是有兩件事情 它是會跟這個公開的公共利益 有所權衡 然後呢 大部分是我們這些 政務館要決定這個權衡的界限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自己工作人員 各位很多是公務員 工作公務人員自己 我們說在擬稿階段 就是還在想事情的時候 還不確定要做什麼的時候 這個階段的討論 理論上是以不公開為原則 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但它有一個但書 叫做 如果對社會公益有必要的話 它得公開之 那大家都知道 得公開之的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想公開 你的長官也要想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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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路每個人都要想公開 這個得公開才會發生 那所以這個 只要中間有任何一個人 覺得不應該公開 那大概就不會公開 好 這是這個擬稿階段的狀況 那第二件事情呢 它是關於人民的這個隱私 人民的隱私 其實他們放在政府這邊 政府只是好像托管一樣 就是說放在我們這邊 我們因為當時所要做的事情 去處理它 處理它之後去利用它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利用它的方法 跟本來它托管的這個資料 利用方法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就叫做目的外的利用 那目的外的利用 它不會是這個我們open data 這件事情就能夠蓋過人民一開始 把資料放在這邊的這個托付 所以說如果在上面有這個 個人資料的話 我們現在目前只有兩個狀況嘛 一個是在學術的用途上面 第二個是在統計的用途上面 才可以去跟社會分享 這樣子一個資料 那所以到底什麼是 所謂的統計呢 統計當然我們有另外的專法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資料經過統計處理之後 你看最後的這個資料 你沒有辦法知道說本來那個是誰 也沒有辦法透過間接的方式 辨識出本來那個人是誰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說 這樣是統計出來的資料 那所以好比像說這個台北市 有多少人 那這個是可以公佈的 因為你看台北市每年的人數 你大概沒有辦法還原到 任何特定的個人 那如果沒有經過這個統計處理的話 我們就要回去問這個當事人 這叫informed consent 就是說你先問一下說 你這個資料我想要做額外的處理 我想要做額外的利用 可不可以這個答應讓我用 那目前呢透過網路 或者透過執本的方式 取得這個統一之後 大概就可以試用 那大家為什麼說 這裡面還有裁量的這個狀況呢 就是說到底什麼樣的狀況 才達到所謂的統計 到底什麼樣子 這個通知的方法是最好用的 而且如果我的資料 要四個不同的單位一起處理 難道我要簽四份同意書嗎 難道這個我上四個網站 要重新填四份資料嗎 這件事情確實是 對人民來講 如果你四個機關合屬辦公 我去還可以認識四個朋友 但是如果我到四個網站 每個都要填一樣的資料 要簽一樣的東西 人民只會覺得很煩 因為他沒有辦法認識新的朋友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中間的怎麼串結 這個就非常重要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7月10號 國發會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會成立 就是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中央的 就是各自保護的 這樣一個專責機關 那我們在下個會期 也會考慮來修改各自法 讓本來各自法裡面 法務部負責解釋 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來當責的這件事情 我們就發現說 每個人的解釋方法真的不一樣 這個在地方政府最有感 因為每個不同的局處上面的部會都不一樣 所以當他們的這個標準不一樣的時候 局處之間就非常難以合作 所以我們至少能夠把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解釋的權利 盡量把它累積跟集中 在這樣一個各自保護辦公室 所以這是7月10號 那我們也會跟著就是歐盟 跟著就是APEC的CBPR 去把我們這樣子一種各自保護的方法 跟國際上去做接軌 那至於提到擬稿階段的公開 這個其實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能知道說這個我們在PIDIS 就是我們我的辦公室 有一個原則 這是我當初加入政府的時候的一個約定 就是說既然他對公共利益有必要的時候得公開職 那當時我在跟立群院長協調 我約法三章 就加入政府的三個條件 其中的一個就是我所看到的所有資料 都是對公共利益有必要的資料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看到任何東西都可以公開 那但是這個就是有一些tray off 就是好比像說我就不能看國家機密 那每一次漢光演習 還有什麼演習的時候 我就要請假一天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那個防空洞在哪裡 然後這也就是直播 這不是直接公開 我們每一次這個進行任何討論 或者進行任何這個我主持的會議的時候 所有大家參加的人 他會收到這場會議的逐字稿 那但是這個逐字稿呢 就像今天的文波一樣 他並不是立刻就是每個人講了什麼 馬上就直播出去 今天我知道也有直播了 但是就是說我們的逐字稿不是直播的 大家收到之後有十個工作天的時間 然後去進行編輯 那在編輯的過程裡面 大家首先可以把一些錯字改掉 或者是說大家可以把一些想法 如果需要額外的網址或資料來補充 把它補充上去 那但是最重要的是說 如果講到一些絕對會被斷章取義 會上新聞的 那大家就可以修改成比較緩和的錯字 所以說透過我們的這個公開的介面 看到的我所主持的每一場會議 這種激進式的透明 其實大家看起來所有公務員都非常專業 非常認真非常聞名 因為少數比較不太聞名的部分 大概都已經修改掉了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以公開為原則 但是裡面還是有讓大家能夠 有一些就是掌握一些公務員自己這邊的 擬稿階段的隱私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的工作方式 那我們在每個部會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一套東西 他們現在慢慢就是往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這樣子下去 大家都比較能夠知道說 我們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讓群眾知道我們做來做什麼 我們不用一個一個打電話去解釋 他們也不用一通一通打電話來問 那大家自然知道我們在做什麼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民間的創新就會出現 然後大家就會聯絡我們這樣 有17位朋友問到說 這個與其讓社工work hard 倒不如work smart 請問有沒有什麼smart的例子可以分享 我想 首先就是我想先說一個 就是我非常同意局長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的重點不只是說做出一些個案 然後有一些亮點 我們的重點是說 我們把每一個個案在這個過程裡面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麼好的這個原則 做成像我們現在即將要頒布的 政府數位服務準則 就是我們綜合 比如說我們總統梅黑客松 這邊也是得獎者之一 卓越獎之一 所有他為什麼看起來像是有成功的原因 我們把它變成在接下來 變經費 關卡等等的這些部分的時候 大家只要循著這樣子的方式 就比較容易讓創新出現 比較容易work smart 所以這件事情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個 還是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 而且這邊我們特別強調說 機關界定使用者的時候 我們公務人員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也是最重要的使用者 所以如果在以前 在以前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這個 如果有一邊省了1小時的工作 他一定會在某個地方多出1小時的工作 所以就是說 他這個常常是一種零和的這個狀況 不管是局處之間 或是不同的單位之間 或者之類 但是我們透過數位技術 透過這種比較開放的方式 我們省了1小時 那1小時是電腦怎麼做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很放心的 把你這些容的事情 就任何人來做 結果都一樣的事情 都交給電腦去做 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去把社會上的各個不同的 想要做事情的人 不管是想要賺錢 想要讓社會更好 想要讓環境更好 或是想要是透過各種透明的方式 來增加大家彼此信任的 各種不同程度的工作者 都能夠集中在這個地方 讓大家能夠work的更smart 我這邊就舉一個例子 今天下午 我就要幫忙審一個 這個行政院的社會創新的行動方案 那這個行動方案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一起去達成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來解決社會上的各種各樣子的問題 我們如果政府的資源 那大家曾經算過到2030年 可能解決八分之一不到 意思是說這絕大部分是要靠民間 民間來看到社會問題 來解決社會問題 但以前人民跟政府的關係 往往是說有一些問題 只有政府才懂 所以人民如果想要解決的時候 就不一定那麼懂 然後也不一定那麼能解決 然後政府常常會有一些法令 什麼去卡住 社會上面想要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們實際去每一個地方 台灣的每一個地方 然後去看到社會問題是什麼 那邊想要解決問題是什麼 這些朋友們他遭遇到怎麼樣的問題 哪些是法規造成的 哪些是本位主義造成的 哪些是技術造成的 那我每次去那邊的時候 我們就透過視訊的方式 讓台北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 所有的這個12個不同的部會的朋友 都一次的能夠看到說 在這個地方發生的創新是什麼 他們透過視訊 即時的像立法院備詢一樣 回答當地所提出的問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人大概都知道說 原來這件事情是這個部會的這個機關 來主管 那如果他們碰到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內 都會有個具體的回覆 具體的去解決 所以就是透過這種 巡迴加上視訊的方法 讓每一個地方的創新 它能夠給所有其他地方知道 那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 當我們中央覺得自己都懂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說 並不是這樣子 它執行下去的時候 跟我們一年前寫的計畫 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一兩個禮拜 為週期的修正的這個可能性 而不是好像每一次都是計管考 還是一年的時候 才回來修正 所以縮短這樣子一個 修正的週期 我想這個是在政府內部創新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還有大約15分鐘 好 那這邊這個內服部 衛福部整合涉案網的時候 是不是曾經提出 資訊整合上面的困難 如果提出的話 會怎麼樣來處理 確實我們目前在衛福部 就是他們也是總統杯的一對 滿腹寶 我如果沒有聽錯的話 也是有一個新的就是 是以個案 然後以那個個案的家庭為原則 而不是好像一個人就是一個人 這樣子為原則來進行就是 我們叫全生命週期 非常高大上的一個詞 就是全部這個 從他開始跟政府產生關係 他的家人跟政府產生關係 那這些東西 必須要是在同樣的界面裡面 就能夠去存取 但是後端的系統 還是不同的系統 那這個我們協調的方式 其實有一個很標準的講法 它就是叫做前台一致 然後後台整合 那這個是我們在做採購 或在做資訊服務的就是建制的時候 之前不太習慣的一個概念 以前大家習慣的是說 我就找同一個廠商 他是SI 他是同胞 那同胞他就負責同時做前端 然後做他的後端 然後以及他的這個資料庫的這個圍運等等 就是說一條就是一條龍 那這個SI就是那條龍 那他要怎麼這個轉包再說 那但是這樣子的做法就會造成是說 這樣子系統建置出來之後 這個後端他很難給別的前端去使用 因為他一開始並沒有放上機器跟機器之間 能夠自動對接的 這個好像插座的這樣子一個地方 這個插座叫做API 但是大家可以不用記這個字 就是說他比較沒有機器跟機器之間 能夠直接互通的方法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以後當每個系統要取用它的時候 只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寫一個機器人 去把前端的東西全部都爬下來 然後就是變成資料庫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得去找到這個承辦的人 然後說服他長官偷偷幫你用FTP 還是用別的方式 開一條路出來 那這個其實也是很常見 對 那這樣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複雜度的分析上 這個都是NXM的複雜度 就是說你有非常多人用 然後非常多不同使用方法的時候 他就要開各種各樣 NXM條路出來 那這樣到最後就是電線都纏成一團 因為沒有人知道資訊到底流到哪裡去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說我們在做新的採購案 以及更新案的時候 我們會把前端跟後端分開去編制 前端就會跟著使用者 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方式 服務設計的方式 先去想說使用者的體驗應該是什麼 這個前端應該要是一致的 但是後端它事實上很可能是很多個不同的系統 那都沒有關係 這些系統在採購的時候 我們可以要求廠商 把機器對機器的這個端口 把它建立起來 如果這個廠商說 欸 我不會這個東西很貴 或什麼東西 那我們已經修改了工程會的採購契約範本 我們就可以說那你不專業 對不起 那你就沒有辦法得標 因為就是說 我們已經把廠商不收你錢 或只收很少的工等費 就把機器跟機器對接 建立起來這個能力 這個OpenAPI的能力 當做它的基本專業素養 所以你在這個看 轉型的資訊採購範本 會看到這樣一條 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要求廠商 那如果他不會這樣子建置的話 那就是他不專業 他如果還想要多收你錢的話 那你就可以說沒有 這個是最基本的 跟柴米油鹽一樣的東西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所有新的系統 以及所有更新的系統 就會用這樣子當作原則 把機器跟機器對接的關口先開好 那當然這中間可能還是有資料格式 還有這個資料的所謂的知識本體 或者是這個資料的清洗等等 這些東西要做 但是至少他先放在這邊 插座先放在這邊 以後可能還要買一些轉接頭 那個再說 但是如果你沒有開在那邊的話 什麼都沒有辦法做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的協調方法 中央跟地方政府跟NPO之間的資料庫 介接為什麼這麼難 因為簡單來講 資料庫它是給你放資料的 那他在當初設計資料庫的時候 他有一套世界觀 所以當你有別的世界觀的人 要來取用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這個我不是這樣看世界的 那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像剛剛講的 那個插座的轉接一樣 就是說 如果你就是把這個福特書 還是什麼不太 接口不太對的插頭硬插進去 馬上就走火 那所以就是說 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 因為這是不同的人 來看世界的方法 那要解決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就是大家要播一些時間出來 然後有很好吃的食物 然後可以待到比較晚 然後大家這個 可以比較自由的這個 這個講對方的世界觀 到底跟自己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定期的 可能每個禮拜 或者每個月 大家聚一下 那只有透過這種人跟人之間的交流 才能夠把大家的世界觀慢慢慢慢整合起來 然後大家才能夠慢慢在不同的立場裡面 去看到一些共同的價值 然後用這些共同的價值 去建立一些看資料的那個方法 那這個過程其實是沒有捷徑的 任何覺得想要有捷徑的 大概都是透過所謂的raw power 就是說 我就不管你怎麼看世界 你就是要這樣看世界 那這樣當然是不會work 這個從來沒有work過 那但是我們現在的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組成這個跨領域的 跟這個民間跟就是政府協力的這樣一個team 那我們這個數位服務準則裡面 有一個特別有一條 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沒有的 就是說除了團隊裡面 大家一起吃火鍋的 需要有各領域專業的人員之外 他必須要有懂得這些技能的人 的觀者來擔當這個最後的這個決策者 不然的話就會變成是一個多數暴力 或者是時間多的人就贏了 或者等等這個狀況 你一開始還是要找到一個頭 那這個頭他願意當責 但是他不會覺得說 好像有他不懂的東西 就是對他的冒犯 像這樣子的空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個局長才是我們這次 這個總統北黑客森 我想我們看到非常非常多 就是局處長這一層的首長 他們願意有這樣子的擔當 那就讓這樣子的跨領域的合作變得 不只是可能 也是變得就是有效這樣子 這個場地佈置很新穎 很期待今天的內容 但是沒有靠背 椅子不舒服 這個意見已經出現第二次了 所以我們貼點要貼第二個點 這就是場地佈置可能要討論一下 好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 中央能否就階段性優先 就保護司跟社家屬的系統資料優先完成 再來談跨部系統資訊的解結 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想法也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每個系統 它建立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把這個插座準備好的話 我們就不是說好像非常top down的 有國發會還是誰 來規劃說所有每個地方 到底這個房間裡面哪些地方 需要有電線連起來 第一個這個不practical 因為domain knowledge 是在各位的身上 domain knowledge不是在我們的身上 第二個是說 即使我們這樣子規劃了 我們同樣還是會需要每兩個禮拜 這樣修正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未來要這樣修正的話 我們還是要有跟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的 他們跟廠商的 他們跟社群的 社群跟所有厲害關係人的 中間的這樣子一種report 就是互相信任的這種關係 他還是要先建立 所以不如就是在每個系統 自己建立的那個過程裡面 就先規劃出這樣子的東西來 那然後接下來 如果有想要再互相接上去的 他們就可以看前 曾經接成功的某一個例子 那透過這樣子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你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法來做 那我們目前 確實也是有相當多團隊 他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去整理 所有曾經透過這樣子 開放創新的方法 為什麼 網路斷掉了 anyway 好 透過這樣子這個 創新的方法 來 好比像說 Open Source台灣自策會的 數位轉型所 就是會 不斷的去找這種用開發式創新 然後看起來蠻成功的案例 然後底下就是有一個 最後就是 如果你的形狀跟這個比較像的話 請聯絡誰 所以我們不是說 好像一定要往上 這個地方政府之間 局處之間 部會之間 一定要簽什麼MOU 而是說我們盡量透過 像總統北黑客松 然後像OSS的TW等等的 這樣子的盤點 去讓大家找到說 有這些成功案 你直接去聯絡他們 因為反正他們的接口都是公開的 那這些公開的接口 當然我們可以在 像我們開放資料平台 data.gov.tw 大概都可以看到 還有六分鐘 關於大家交流探討 未來運用大數據分析的困境挑戰之中 部分人非常關注 個人資料與隱私保密的問題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非常簡單 就是說 我們開放資料 跟個人的隱私 其實這兩件事情 本來就是沒有任何衝突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沒有重疊 如果你沒有完成統計 那本來就不會變成開放資料 如果你還有一些個人隱私的 那這個本來就不應該開放出去 那能夠開放出去的 當然都是已經完成這個 很有氏族性的這個統計 它才會變成開放資料 其實一句話講就這樣 但在中間當然還是有一些 好比像說怎麼樣子才叫做統計 或者是說如果我不喜歡這個 部會的統計方法 我有沒有可能說自己寫一套統計方法 然後讓所有人都來看這個統計方法 我把它開放圓馬出來 然後我們就像是 徵求這個白帽駭客一樣 試著去找出這個 你寫的統計方法裡面 到底怎麼樣會侵犯個人隱私 那如果我們各自辦公司 在未來有這樣子一套 這個爭選的這個方法 到最後大家都同意說 這套方法它真的是 一個統計方法 那同樣的還是部會來執行 絕對不會變成 那部會把個人隱私資料交給你來執行 這是不可能的 那但是部會可以用比較新的 資料可用性比較高的 這些統計方法來跑 那跑完之後 再把這種可用性比較高的統計資料 去分析出來 那但是它還是統計資料 它不會莫名其妙變成個人資料 這是我的看法 在行政院衛福部的社會安全網企劃當中 我參與的部分 以及中央跟地方資訊整合的進度如何 這個我們可以辦三天的seminar 要我三分鐘回答完 真的是這個不是非常practical 但是很簡單來講 就是說我在院本部 最主要做的事情只有兩個 一個是說確保在接下來的資訊的開發案裡面 它是有這樣子一種前端能夠透過服務設計 來有一致的體驗 它的後段能夠透過剛剛我們提到 在採購上在標準上 在它使用到一些開放圓馬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有一套讓他們能夠免於這個 連帶貪保責任等等的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盡量透過採購的這個vehicle 去讓我們的廠商 SI的廠商都能夠習慣說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這樣比較靈活的 能夠機器對接的 有充足的資料品質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種採購跟管考的這個系統 那這個就是前台的這個服務的展示 像我們一起重新設計今年的報學軟體 這個後台的這個對接的展示 像我們在總統背黑歌頌 其實展示了非常多這樣的東西 是我主要的功能 所以其實我是政委自帶廠商 就是我起來之後 我就是自己這個參與這樣子的工作 那發現這個技術哪裡碰壁了 發現採購哪裡不太對了 發現廠商哪裡溝通有問題了 那反正我就自己弄嘛 那弄過程裡面 因為像剛剛講的 我就算是跟廠商討論技術問題的這種 非常前期的會議 全部都是逐字公開的 所以大家就都可以看到說 原來你可以這樣協調 原來這樣子大家都 都能夠解決彼此的問題等等 所以它比較是一個示範的一個作用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管是衛服部 甚至有時候跨院 像司法院現在也跟我們也開始有合作 他只要看到說 我在當年的逐字稿裡面哪一句話 他覺得他希望他長官也可以講 那這樣他就會來找我 然後我就會想辦法讓他講 長官長出這句話 所以大概就是一個 這個公譜的公譜 幫助大家向上管理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所以這是我目前的這個作法 那所以對 就有一位朋友問說 為什麼沒有司法跟檢查的單位加入 那當然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你要有這個插座 你一開始是要有電 就是說 它一開始是要是電子化的東西 那我在進來之後 有幫助一件事情 就是從新北開始 就是讓法務部跟司法院的朋友的捐證 可以用電子的方式互相交換 不然他們以前都是 所有的影印機都是全時運轉 然後大家就是用人去影印 然後去剛剛講那個零和 因為如果是由司法院來印的話 那這個法務部的人就可以少一小時的工作 可是司法院的人就要多一小時的工作 所以這個情況下他們雙方的關係 這個坦白說也不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們現在就找出說 原來你可以透過 卷證用電子化的方式交換 那大家分別掃描 掃描之後你也用得到 掃描之後你就可以把它提供出來 所以我想就是說 很多時候並不是他們不願意合作 而是他們有些東西還在執本作業 當他還在執本作業的時候 他要跟你合作 他就要幫你吸收勞務成本 這個是不work的 所以絕大部分時候 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 在司法國師會議之後 司法院有特別編一個計畫 能夠讓他們去跟人民之間互動的時候 是以人民跟司法的實際 他碰到哪一層的這個體驗 包含訴訟外的解決 包含他在法務部的時候 就是調查的時候 包含他在司法院 就是審判的時候 等等甚至以後 國民參與審判等等這些部分 先把數位化 數位化之後 我們才能夠談到這個系統的借件 那這個應該是在 未來的一兩年左右 我們會先有一個規劃標 然後規劃之後設計 設計之後實作 那這個東西過程裡面會有長出很多插座來 所以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可以持續關注 因為這也是 會是一個open innovation 會是一個公開開發的這個情況 可不可以參與或者協助衛福部的社會安全諮詢平台開發 如果他招標需求你一定 當然是可以啊 就是任何時候 我希望 如果這個問問題的人 他 您是這個公務員的話 那這個非常簡單 就寫你沒有給我就可以 如果 問問這個問題 我Email是那個 Audrey T 這個 本身是有白板嘛 對不對 OK A-U-D-R-E-Y-T 然後 At E-Y 那 就是 A-U-D-R-E-Y-T 好 然後小老鼠 然後行政院嘛 E-Y-G-O-V 台灣 那如果您是社會人士的話 那其實我也有一個office hour 就是任何人包含這個呢 想要選舉的人 都可以來這個 參訪的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他在au.pds.tw 所以如果您是社會人士 不是公務員的話 那我一個禮拜只有一天給社群啦 那絕大部分的時間還是給這個公務員朋友 但是你也可以在這個上面預約我的時間 然後任何時候我都很願意就是花一小時 然後了解具體就是你在參與的過程裡面 想要我做怎麼樣子的協助 那當然有個條件就是我們會面的過程 你必須願意說至少用逐字稿 或者是用側拍的方式加以公開 那這個是具體的承諾 然後還是有人在以後背 但是 OK 對 這顯然是一個這個真正的社會需求 OK 而你的同胞小弟可不可以跟民間基層人員 開放創新討論 當然是可以的 就是說 像你只要不牽涉到具體的個案 或者說你用合成資料的方法 在上面就是填一些不是任何人真正的這種資料 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主動把它公開出來 然後把它當作一個議題去討論 不論是放在我們的join平台 或者是放在任何你們自己的平台 我想這都是會 讓大家有一個很具體的東西可以討論 剛才這個局長所講到那個社會住宅的平均分配 之所以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就是因為他們把 好比想說個案的這個生命史 等等這些東西 都去用去掉識別化的方法 然後去讓大家看到具體的個案能夠討論 這樣才不會有所謂弱弱相殘的情況 而是說每個人可以體會到彼此真實的需求 然後討論出一個比較公平的一個分配方法 那所以 有一位朋友就是最後一個問題了 因為剩半分鐘了 剛才光是搞定能提問的畫面就花了10分鐘 這是想到我來使用大數據見面系統的時候 如果讓基層使用者覺得系統順手跟防呆呢 使用有卡卡的時候常常會感到挫折 次數多了以及耗費時間長 反而心生排斥 確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的第一個這種感覺 這是非常重要的 10分鐘也許我們待會兒就是可以用好吃的茶點 什麼東西稍微彌補一下 但是如果像去年的那個報紙軟體 大家花了4小時 畫面還在那個等待中 因為它就是系統有問題 但是它寫這個請你燒帶 然後過了4小時它還在請你燒帶 事實上系統沒有在動 在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難以扭轉 可能你必須要它進廚房 然後一起重新設計 才能夠扭轉它的這種習慣 所以確實我們在數位服務設計準則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offline跟online的這兩件事情的transition 就是如果我本來就已經很習慣用 人跟人之間面對面溝通來處理事情 你不要逼我說我好像非用手機 或者我用電腦不可 但反過來講 手機或電腦的一個好處是說 它會自動記錄下來嘛 它可以省掉半十人的時間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要求第一線的使用者 改變它的使用習慣 而是它第一個碰到那個touch point 去改變這個touch point的記錄習慣 好不像說我在打1999的時候 我同時就把這個講話的這個語音資料 變成文字資料 透過語音轉文字等等的方式 總之就是在這個服務發生的那個當場 去做出一個我們叫做digital twin 或者一個digital double 就是說透過數位的方式 去讓它也在數位的世界 有一份副本 盡量不要干擾本來的這樣子一個服務流程 那等到這個東西穩定了 大家都覺得真的很好用 那好比像我們平板電腦的書寫實 知道這支筆出來 我才能夠大概這個真的把這個原子筆換掉 那等到這個數位的double twin 漲到跟就是比本來的這個就是類比的方式 還要更好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把它roll out 才確定說這真的對大家的服務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感覺 那在此之前都是並存的 所以我想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就是說不是人為了技術或者科技來服務 而是數位技術和科技永遠都是為了人服務 但是這個人並不是單獨單獨的個人 而是大家彼此了解彼此共通的價值 試著找出更好解決方案的一個群體 一個crowd intelligence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這樣子一個群眾智慧的這樣一個社群 我們就比較不會怕說好像人工智慧來的時候 大家的這個社會會分崩離析 因為我們有一群人能夠一起來去帶著技術 來進步來往社會來進行創新 那今天先講到這邊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唐政偉精彩的分享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呢我們是有一段休息時間 那我們在休息這段時間希望各位夥伴能夠利用這段時間 剛剛大家覺得這個吐司椅做的 因為沒有靠背有點不舒服 那沒關係我們就起來動一動 那利用這段時間呢有幾位的夥伴還沒有領到 姓名貼麻煩到我們報到處再作為領取 那也寫上你的姓名 利用休息這段時間我們可以夥伴們 可以進行充分的交流 作為我們下一場次的一個預備 那我們下一場次預計是在10點40 請大家再回到我們的會場 謝謝大家